这个影片讲的主要就是怎么样把PayPal的钱领回来自己的台湾的银行 因为领钱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不然我们卖那么多东西结果卖出去的钱领不回来 那不是要卖好玩的吗 所以我们在PayPal这边必须去设定领回来的提领银行 那之前我已经设定过了 我设定在我的合作金库 然后昨天 昨天 2014年3月10号下午12点 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呢 我收到这封PayPal的信 他这边有个很重要的公告 台湾PayPal账户提领款项变更 流程变更 近期台湾相关法规的变更 台湾相关法规不晓得要做什么变更我不知道 然后那时候后面写 PayPal的用户提领方式将有所改变 那PayPal会与玉山银行合作 为台湾用户提供 为台湾用户提供一个全新且更快捷的提领方式 可透过全新的玉山全球通 更灵活的选择 从PayPal的银行的账户提领新台币或美金到玉山银行账户 新台币或美金哦 所以去办个外币账户吧 当然你要只有台币账户也可以啦 那我去办外币账户的那个起始金额要预存100块美金在里面 大概3035块 然后在4月9号开始提领方式将正式 目前的提领款项方式将正式停止服务 也就是说我之前设定在合作禁户提领的方法会被停止 所以要赶快去玉山银行开立账户 然后透过玉山全球通连接PayPal的账号 才能够领钱 不然你的钱就领不出来了 好 那所以呢 开立玉山银行的新台币和美金账户 哦还好 集美金账户耶 所以两个都开 目前开通账户的网路银行服务 详情请浏览玉山银行的网页 4月9号开始 你可以登入玉山银行的网路银行网站 然后进入玉山全球通 PayPal的提领服务 并按照指示连接你的PayPal账户 好 所以 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看 有没有这个玉山全球通 这个项目可以点进去 好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协助 请浏览PayPal网页 浏览PayPal网页看一下吧 好 他这边有写 PayPal提领管向新的流程 配偶台湾法规 PayPal将调整 payPal用户的提领流程 这就刚刚email的内容 然后要使用玉山全球通提领PayPal的话 必须在玉山银行账户并启用网路银行服务 所以去玉山银行开账户的时候 要记得先要一个台币账户 要一个美金账户 然后还记得跟他申请网路银行 透过网路银行连接PayPal的账户和玉山银行账户 提醒你为确保成功连接两边的银行账户 并顺利提醒款项 你的玉山银行账户的户名 必须要和你的PayPal账户的户名登记的姓名和货公司完全符合 好,所以你姓名要一样哦 那这边有常见问题 好,那我们这一节要讲的就是 怎么去设定 到PayPal去设定一家新的银行 首先呢,我去登录我的PayPal后台 PayPal的后台 好,进到首页来了 然后在个人档案的地方 有一个新增编辑银行账户 点一下 好,我刚刚已经新增了一笔玉山银行 而且我有选择他 然后按设为主要 所以现在第一笔是玉山银行 本来我只有合作金户而已 那如果你都还没有玉山银行的话呢 你就去按一下新增 然后银行账户的名称 要相符哦 就是这个账户名称跟这个那个PayPal里面名称要相符 因为我PayPal里面有个人名还有公司名嘛 所以我必须要选择个人的账户名称 不是公司 然后呢要填写 银行账户身份证 好,这个就是填写身份证字号嘛 然后银行名称我就选玉山银行 那我是储蓄账户啊 就选储蓄账户 然后玉山的银行代码是808 好,这个分支机构要注意 每一个人的分支机构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个银行的地点都不同 所以每一家分行的分行带号都不一样 那这个分行带号呢 它有告诉你在这边查询按词 好,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网址 可以按这个网址 然后在这边输入 玉山银行是808 然后按查询一下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你的所在地 譬如说我是桃园县 然后桃园市 然后按查询的时候 它这边就列出四笔 然后你看一下你的玉山银行 是在哪一个分行 比如说我是义文中心附近的义文分行 所以我的分支代号就是1322 好,找到你的分支代号之后呢 你再去填写你的分支代号 好,那这个账户名称呢 这个账户号码呢 到底是从哪一位数开始啊 其实前面的4码就是你的银行分行带号的这个4码 所以从你的银行账户看你的那个存户账号 就是从前面这个分行带号开始就对了 好,然后按下继续 那因为我已经申请完了 所以我就直接按取消 好,一旦你按继续之后呢 它会去做连结 然后就会在你的银行账户里面跑出一笔来 好,所以要记得重点就是刚刚讲的那一个户名 银行的户名跟你的PayPal的户名要相同 好,这样才能够通过哦 好,这还没关系 好,这还没来